小一学穿就生一、小二学浮潜 打开墾丁国小老师的独门海洋课程 墾丁国小有家长在社群媒体 分享孩子的海洋教育课程 并成是亲友羡慕不已 在墾丁国小 一年级学穿就生一、二年级学浮潜 三年级自由潜水、四年级SUG训练 阶段性提升学生的海域技能 更意外带动了学习动机 因为要到户外上海洋课 作业一定要先写完 孩子们都拼了 我从大学毕业就直接到恒春半岛任教 原本以为在墾丁只要待个两三年就玩够了 可以调回高雄了 没想到迟迟无法离开那片海 就这样在恒春半岛待了26年 在恒春结婚定居 有了三个小孩 在恒春半岛落地生根了 书方老师就去代班当导师了 学校改安排我当海洋老师 负责校定海洋课程 为了让孩子上海洋课才入学 怎么自己变成海洋老师了 担任海洋老师规划课程 玩真的也真的玩 海洋老师一开始听起来 是非常梦幻浪漫的工作头衔 但是接着想到自己并非海洋相关科班出身 一直以来只担任低年级导师的我 忽然要负责全校12班的校定海洋课程 光那年暑假的备课就无比焦虑 不过回想到自己有三个孩子 都是一出生五六个月就往海里丢 泡海水长大的 而且在恒春半岛任职二十几年 多少参加过许多在地生态研习 为了下海也多少学了相关海洋知识 也有许多水上活动的教练朋友 所以在教室上课或许还有的加强 但是带小孩下水倒是已经很上手了 加上当时校长也放手让我规划 行政团队也都积极支援 后来学校的海洋课程 就变成能下海就下海的课程方向 变成以实际青海为主轴 玩真的也真的玩的海洋特色课程 一到六年级阶段性提升海域技能 毕业典礼潜水领证书 之后经过一年的摸索与调整 课程架构逐渐稳定 目前的课程安排就是 一年级细水 学会自己正确穿着救生衣 带着面镜在学区内的香蕉湾潮池漂浮细水 消除对海的恐惧 二年级开始正式浮钱 孩子已经不续穿救生衣 靠着挖进呼吸管 在腰胸高度的潮池漂浮浮钱 三年级出街自由潜水 穿上挖鞋踢动 可以到外海浮钱 并攻深潜入海中 四年级开始进行SUP训练 学习力奖的操作 掌握板上平衡 五年级开始挑战冲浪 延续SUP的板上平衡感 挑战追浪奔驰的喜悦 而六年级就进入海洋训练的最高殿堂 潜水训练 让孩子有机会潜入海中 亲眼看见海底的实际样貌 最后在潜水毕业典礼中 让孩子在海中领取海洋毕业证书 就是这样的课程安排 让孩子有阶段性的提升学生海域相关技能 并在无法下水的冬季 安排知识性如认识海归、珊瑚、潮汐等 创作性如彩绘、海费创作等的课程 亲师生合作 专业安全海洋课程 令城市孩子向往 要将学习场域从原本相对安全的学校 延伸到相对有危险性的户外 尤其是开放海域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家长的疑虑 初期带孩子到海边进行户外课程时 仍然会有家长不放心 会到现场关心 站在珊瑚礁上紧盯着自己的小孩 幸好主要进行海域课程的香蕉湾潮池 是封闭的海水潮池 水深在腰胸之间 加上是小班教学 也有多位老师支援 所以就比较安心 加上后来教育部活化教学与多元学习计划经费支持 聘请的教练指导与介护 更加的专业与安全 而且活动期间 也会有影像记录 让家长看到相对安全的环境与学生开心学习的过程 就放心许多 后来家长甚至协助提供相关在地资源 如设备添购的建议 提供活动后冲水水源 让海洋实习课程更加安全舒适 后期还因为家长在社群媒体 分享孩子在学校的各种海上课程记录 竟让许多市区的亲朋好友羡慕不已 让家长能以孩子的发展为傲 增进家长们对学校推展海洋教育的认同 更加稳固学校推展海洋教育的发展方向 所以肯定国小整个校定海洋课程的行程 除了要有校长的带领教师的推动 还要家长的支持 真的缺一不可 户外海洋课程提升学习动机 下一步是回馈海洋 当然 唯一不用担心的 就是小孩的接受度 为了去海边上海洋课 孩子们拼了 最基本的 作业一定要赶出来 谁也不想在海边写作业吧 是的 户外海洋课程也意外地带动学生学习动机 而且 墾丁国小陆续汇集了许多爱海的教职员 12班的小学校 有18位教职员有合格潜水员执照 在师资极度缺乏 教师流动已经是常态的偏乡小学 墾丁国小目前正是教师接近满额 今年更只有一位老师因家庭因素升调回高雄 而位于台湾最南端 更偏远的墾丁国小额栏分校 44个孩子中 竟有18个是远从二三十分钟车程外的市区来就读的 甚至有远从台北大安区特地转学下来的 所以海洋教育 在台湾普遍还是需要被加强推广的部分 但是对实际执行海洋教育的墾丁国小来说 反而是学校离不开海洋了 虽然学校有满满令人羡慕的青海课程 但是海洋日记中记录的孩子们 带着学龄前就累积的浓厚海洋底蕴 以及家长陪伴在海边成长的历程 将海洋融入在孩子的生活中 是比学校课程更加贴近海洋的成长经历 看了海洋日记 孩子们的生活 真的觉得这才是海岛国家最自然的生活方式 也是学校之后所要努力的方向 让孩子更认识海洋 争取更多亲近海洋的机会 学习更多海洋相关知识 更重要的 要了解海洋所面临的困境 身体力行的回馈海洋 让这片陪着我们长大的海洋能持续美丽 接下来 墾丁国小也要规划成立近海小队 与当地友善海洋的企业合作 协助训练孩子取得开放水域潜水员执照 让孩子实际潜入海中进行近海行动 让潜水也能写入孩子的海洋日记中 作者曾景明 责任编辑 陈珊珊 合稿编辑 李扬 声音编辑 黄惠美 感谢雅婷知会技术支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